第八十一章 进入前十 石木面对扑面而至的凌裂长边 却似早有所料斑 身体朝左边一侧 恰如其分地让开了长边的突刺 同时手中钢刀再次反卷而出 幻化出十道刀芒 朝着软质左半边身子 呼啸斩下 软质脸色再次一变 但其反应也是不慢 连忙手臂一抖 黑色长边豁然回转 在身前交织成了一面蜘蛛网一般的黑色边网 仿佛一道黑色墙壁一般 将身子护在后面 石木冷笑一声 手上动作丝毫不停 轰隆隆 十道刀芸展落在黑色边网上 边网大阵 不过刀芸立刻碎裂了开来 石木眼中光芒大放 体内真气一催 注入到了手中钢刀中 钢刀发出嗡嗡的震战 隐隐散发出白色光芒 呵 石木大喝一声 双手持刀 重重一刀劈处 雪亮钢刀旁边虚空一花 浮现出另外十道刀芒 一同斩下 一吸十一斩 这小子之前果然隐藏了实力 也难怪苏师弟不敌了 擂台上作为裁判的那名面孔 薛瘦的以及弟子剑慈 眼中闪过一丝一色 软智脸色大惊 此时的他 已被石木一浪高过一浪的 猛烈气势完全压制 只能拼命挥动手中 长边徒劳抵挡 竟找不到丝毫见细 可以施展反击了 额头上开始蜜出斗大汗珠 轰得一声巨响 黑色边网终于被石木劈碎 软智手中的黑色长边 也随之断裂成无数段 只于短短的一节留在其手中 为几起反应过来 眼前一花 赫然又是十一道雪亮刀芒 当头斩下 眼看便要将其劈成竖段 就在此时 人影一花 一个高大身影 后发先制地挡在了软智身前 却是一旁作为裁判的 那名面孔瘦削的一级弟子 只见其袖子轻轻一抖 手中不知怎么就多出了 一杆银色短枪 迎上了刀芒 枪头一抖 一股乌形气浪 从枪间爆发开来 只闻一声闷响 十一道刀光尽数碎裂开来 石目脸色一惊 一股距离自手中 长刀传至身体 体内一阵翻江倒海般难受 不过其一股距离灌壁而出 只是后退了半步 便再次稳住了身形 只是脸色隐隐有几分发白 小子你若无视宗门规矩 伤人性命的话 先问问我 骆云姬手中 这杆枪答不答应 面孔瘦削青年 翻手收起了短枪 口中冷冷说道 眼中却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先前败于石目手下的 双剑少年苏木白 和他有些关系 本来大有希望 进入新弟子排名前时的 却因为石目缘故出局了 其心中早就有些不快了 此刻有次良机 便直接出手了 他原本以为 以自己后天后期的舞者实力 可不动声色地 让石目吃个暗亏了 却没料到 石目近近乎若无其事地 承受了下来 再下一时收不住手 还请这位师兄见谅 石目目光一闪 收起了钢刀 拱手延道 洛云基冷冷地看了石目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走到了擂台一旁 众目睽睽之下 他自然不好再多做什么 其他举动了 阮志深深看了石目一眼 将手中那一截鞭子一扔 快步走下了擂台 获胜者 石目 擂台附近之人此刻才如梦初醒 爆发一阵欢呼 石目这一场鄙视 气势如虹 胜得干脆利落之极 而且杀气滔天 让人静若寒蝉 倒是颇为符合黑幕门的门风 可能由于此战 给众人留下了不小的印象 下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没有人敢向其挑战 石目也没有再向前挑战 毕竟新弟子前十的奖励 都是差不多的 太过引人注目 也不是什么好事 在临近结束时 他又被挑战了两场 不过自然都是轻松获胜 名字稳稳地排在了 新弟子中的第九 而他认识的人里 蓝凤赫然排在了第五 白石则排在了第七 至于萧明 也展现了不俗的术士天赋 比斗中本就有不少被撤走之处 在新弟子中获得了27名 挤进了前10%之列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石目便提着钢刀 轻车熟路地赶到了 小比所在的原型广场 令他危感意外的是 白石和蓝凤他们 竟然都已经到了 此刻正分别被两圈人簇拥着 惊畏分明地站在 显示排名的巨大黑色石碑两侧 此时白石正和身边的 萧明等人讨论着什么 白石为人仗义 武艺又高强 加入临尊会后 在新弟子有了不小的威望 在第一日的小比中 更是进入了前10之列 可谓声名大噪 石兄你来了 你昨日可真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啊 白石一看到石目 就大笑着迎了上来 身旁的霍帽和萧明 也冲石目笑了笑 白兄过誉了 在下只是徒有几分蛮力把了 和白兄相比 可是远远不如的 石目摆了摆手 轻笑道 就在此时 一身尽装的霍帽朝 几人走了过来 霍师兄 你今日也参加比试吗 石目等人 顿时将目光看向霍帽 白石见对方 一把背在背上的宽背 双刃大斧拿在手中 忍不住开口问道 没错 如果你们想要挑战我 可别怪我不念旧情 霍帽扬了扬手中的大斧 冲石目等三人 咧嘴一笑道 三人面面相去 最终白石哈哈一笑 话风一转 主动谈论起了昨天的比试 昨天排名前五几人 表现得非常强眼 除了那个蓝缝外 大多是石目他们到来之前 进入宗门的新人 资格比他们稍微老一些 说笑间 广场上的人流渐渐增多 俨然比第一日 要多上不止一倍的样子 究其原因 自然是宗门内所有的丙级弟子 至此已全部到齐了 经过昨日激烈的角逐 此刻仍到场的新弟子 不过两百余人 其中有希望挑战老弟子的 其实也就是昨日排名前 三十以内的新弟子罢了 毕竟老弟子起码比新弟子 多修炼了一年后天功法 若是这些新弟子 连前三十名都没进 还妄图去挑战老弟子 可就是明摆着的自取歧辱了 但每每总有那么几个不信邪的 想要尝试一番 根据霍茂所述 按照往年的小笔结果来看 即便是新弟子排行前十之人 挑战老弟子也是输多胜少的 不管怎么说 这小笔第二日 说是新弟子可以挑战老弟子 但其实一天下来 并没有多少场比试的 远不如第一日和第三日来的激烈 不多时 日上三干 随着几声清脆裸响 原本人生鼎沸的广场 在安静了几个呼吸过后 再度变得嘻嘻嚷嚷起来 第二日的小笔 也随之正式拉开了帷幕 第82章 一败涂地 一炷香时间过后 十个擂台周围 虽然聚集了一大片人 然而没有一个新弟子 站出来提出挑战 原本嘻嘻嚷嚷的吵杂声 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时目有些哑然 他刚刚可是看到 有不少新弟子摩拳擦掌 眼中闪着月月欲试之色的 应该都在等着第一个 敢于挑战老弟子之人 好隐为前车之剑 时目收回目光之时 却突然发现 身边的白石和萧明两人 脸色略有点紧张 心中一动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耳边却响起一个声音 新人听好了 半个时辰内 还没有人提出挑战 那么 今天的比试将提前结束 记载秉及弟子排名的 黑色石碑附近高台上 一名睡眼惺忧的白发老者 不知何时出现在那里 手中提着一个酒葫芦 坐在紫藤座椅上 懒洋洋说道 老者声音不大 却如晴天霹雳般 在广场上空滚滚回荡开来 让在场所有人 都听得一清二楚 话音刚落 全场再次沸腾起来 有新弟子的议论声 更多的 则是老弟子的嘲笑声 不翼而足 我来 离时目几人 不远处的一个擂台上 传来一声爆喝 人群中一道人影两手一展 如同一只大鸟一般 波地而起 在空中身形一转 然后稳稳地落在擂台中央 在下康永 想挑战排行榜 第1342名的锦涵师兄 人影向擂台上 充当裁判的 以及弟子 拱手一礼厚道 第1342名 可以算是老弟子中的 最后一名了 台下众人全部心中了然 一时间交头接耳 议论喧哗声 再次大了起来 时目定睛一看 此人双眉如飞 眼含金光 外形惊悍 充满了爆发力 一看就不是拥手 康永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很快他就想起 此人在昨日新弟子中 位列第12名 精通一门名为 风炮九世的拳法 不仅出拳如风 且瞬间爆发力极强 警寒可在 前来应战 三声不道 视作弃拳 康永面前的 以及弟子 略打亮他一眼 立刻冲下面高声喊道 话音刚落 一个满脸凶色青年 从人群中一跃而出 在半空中翻了一个跟头 稳稳站定在了康永面前 身材明显比对方矮了一头 面色不善地看着康永 康永请师兄指点了 外形惊悍的康永 原本气势不弱 但被对方眼中凶光一扫 竟不由被击鼓有些发寒 但随即胸膛一挺地拱手道 哪来那么多废话 动手吧 凶色青年瞥了他一眼 恶狠狠地说道 康永闻言 脸上血气一涌 两脚一点擂台 身形一闪 竟已经到了凶色青年身后 右手轻光一亮 一道青色全影 已轰了出去 青年眼中 轻蔑之色一闪即逝 身形一转 两人就已经接触在一起 青红两色光芒一闪即灭 平 随着一声闷想传出 康永如同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 直到擂台外财被人接住 不过此时已经脸色灰白地昏了过去 显然伤得不轻 凶色青年拍了拍手 若无其事地走下了擂台 下面众星弟子一阵哗然 他们大多连刚才瞬间发什么都没看清 本来还有几个心存侥幸的 此刻也彻底吸了心思 拾目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虽然站得稍远 刚才一幕却看得真切无比 康永动作确实很快 拳头快要急身时 才被警寒接了下来 但对方真气要深厚得多 在对方狂暴的火属性全境下 骑被直接震飞了出去 凶色青年下去后 余微犹在 场面又是一冷 一时间再没有人上台 就在拾目暗自回味方才一幕时 前方不远处 白石却是一声长啸地飞上了擂台 他挑战的 是排名第1341名的龚春鹏 很快 一个面容浦浦通通的有黑少年 出现在他面前 两人互相行了一礼后 比试正式开始了 白石一上来就采取了狂暴攻势 但见其双臂求筋骨杖 漫天拳影向黑衣少年轰击而去 拳风轰轰作响 隐隐犹如一大片红光涌出 灼热的气息立刻弥漫开来 使得擂台下离的烧尽之人 都觉得阵阵热气扑面而来 石目目光一宁 白石加入了灵尊阁后 体内真气增强了不少 这阳弓恐怕修到了更高一层了 烈焰拳影透红光 也大有精进 擂台上黑衣少年 却是脸色平静 身形在原地不动 右手一抬就幻化出漫天淡蓝色长影 完全封住了白石的攻势 白石脸上一色一闪 两只手臂凭空又粗大了一圈 漫天拳影再次暴涨三寸 如同一团火热的气团 瞬间把黑衣少年笼罩起来 就在此时 黑衣少年终于动了 但见其身形原地一转 一股诡异的蓝色气旋凭空而起 立刻在周围的拳影中 冲出一道缝隙 同时身形一晃 化为三道黑影向白石扑来 白石只觉得眼前一花 黑衣少年已到了自己面前 大惊之下 两手本能地往胸前 一收护住胸腹要害 一只肩鱼金铁的蓝萌萌大手 就硬了上来 碰 一声巨响 如山潜力涌来 白石之觉双臂一麻 立刻门户大开 黑衣少年身下黑影一闪 右腿如长枪一般 已顶在白石的胸口 尽力一吐 白石身体一震 立刻像破麻袋般飞了出去 擂台下 肖鸣虽然心中惊骇 但马上身形一跃 在半空中把白石接了下来 强大的力量 使他落地后 一连退了三步 才完全化解掉 这些说来话长 其实只是短短一瞬 下面新弟子 大多只看到白石 在漫天泉影中刚冲了上去 黑衣少年身形快速一闪 白石就被一脚踹飞了 不由得又惊又惧 头接而起来 白石在肖鸣的搀扶下 在原地盘膝坐下 闭目调笑了片刻 脸色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白兄 你没事吧 石木这时也缓缓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白石胸口醒目的脚印 凝重地问道 白石睁开眼看向石木 苦笑着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 石木眼角捕捉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白石和肖鸣好像也发现了什么 三人同时朝某处看去 原来在十几张外出的另一个擂台上 蓝凤已经挑选好了对手 站在他对面的 是一个粉色衣裙的美貌女子 第83章 弃拳 粉裙女子身形极快 在擂台上穿梭如燕 只留下一道模糊不清的粉色影子 蓝凤引以为傲的身法 和对方相比 根本是小巫见大巫了 眼看蓝凤两三招之内就要落败 擂台上突然传来了叮叮当当的脆响声 粉裙女子面色一变 身形突然缓慢了几分下来 石木和白石二人对视了一眼 知道蓝凤又使出她的血脉攻击手段 但下一刻 粉裙女子口中一声冷哼 单手一挥 凭空多出一枚赤红色浮露 一晃之下 就化为一层红光的包裹器全身 接着身形一个模糊 就化为一刀淡淡红颖的 从蓝凤身边一闪而过 扑通一声 蓝凤此女阴生倒地 人是不知起来 看到这里 石木不由摇了摇头 目光闪烁不定 这些修炼后天功法 数月新弟子与老弟子之间 差距如此之大 让她也对整个黑魔门 乃至三国七大宗派的实力 有了一个全新认识 此外 这小笔第二日 明显就是宗门 要假借老弟子之手措措新弟子们锐气 让新弟子们知道 虽然宗门鼓励争斗 但靠的是实力 而不是匹夫之勇 这些排名垫底的老弟子 看似也不过后天初期的样子 实力却和他们这些新人天壤之别 就算她凭借大成风驰刀法 和一身神力 侥幸宁个两三场 也根本提升不了多少排名的 石木如此思量着 心中很快就有了决定 在此期间 又有三名新弟子发起了挑战 虽然三人最终均被老弟子击败 但其中有一人却近乎与对方打成了平手 最终只是真气 不如对方身后 这才败下阵来 如此一来 却让原本脸色难看的新人们纷纷精神一震 以至于接下来的挑战 竟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最多时 俨然有四个擂台 同时有挑战发生 萧明便在此时 忍不住地和石木白石打了个招呼 便朝一个空着的擂台走去 只见他快跑两步 脚尖在擂台边沿上一点 整个人就冲天而起 飞身落在擂台上 随即早有准备地爆出了某个 排在一千三百名的老弟子名字 当一个体态臃肿的胖子 出现在擂台上时 石木目光微微一闪 白兄 萧兄现在已是门内正式的术士学徒了吧 石木忽然冲白石问道 不错 他在灵法殿测试出了三度火元素感应能力 白石不假思索地回道 果然如此 石木闻眼点点头 萧明的对手看起来 身形有些凝质迟缓 而他修炼的是注重身形灵巧的功法 还是一名术士 应该能克制对方才对 擂台上 萧明看着眼前这个体态臃肿的胖子 心中早就思量好了对策 倒和石木所猜测得差不多 当然这些信息 都是金焕事先透露给他的 二者互相通报过姓明后 萧明一边紧盯着对方一举一动 一边快速念动起咒语来 他体内澎湃的法力 立刻以某种玄妙形式运转起来 身前空气中一股灼热波动 如同水文般荡漾开来 术士 台下不知是谁呼了一声 随即引起一片惊呼 臃肿胖子 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紧接着眼中闪过一丝绿色 双脚猛的一跺地 轰的一声 擂台未知一震 他整个人则借是反弹而起 如同一颗流星般向萧明扑了过去 同时两手握拳向前击出 土黄色光芒一闪 两刀厚重无比的拳风 如同巨石从高山滚落一般 带着凌厉之极的气势 从两边夹击而来 拳风还没有到 萧明的衣衫已经飘动起来 萧明两脚一阵交错模糊 就想施展逍遥步 躲开对方的攻击 下一刻 却脸色大变起来 他猛然发现 自己体内微弱的真气 在对方凌厉的拳风夹击下 竟变得声色起来 平时流畅无比的步伐 立刻变得破绽百出 情急之下 萧明一咬牙 右手食指一点 一团人头大小的火球 骤然在身前闪现而出 朝对方击射而去 速度比石目第一次见到时 还要快了三分 拥肿胖子身处半空 眼见避无可避 一双黄光包裹的拳头 一个模糊下 赫然化为密密麻麻全影的 向火球猛轰而去 轰隆 火球在半空炸裂开来 火光四射 强烈的气浪 让拥肿胖子身形一顿 但其紧接着便再度跃起 向萧明冲了过来 两人间距离已是极近 萧明无奈停下口中的咒语 双脚一个交错 全力催动逍遥步 整个人如同一片落叶般 向后飘去 拥肿胖子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竟如影随形的满场 追逐起萧明来 萧明自知硬碰硬 绝不是对方对手 又丝毫找不到机会施展术法 在被追逐了半炷香后 终于自己跃落了擂台 无奈认输了 石木见此轻叹了口气 再没任何犹豫地直接转身 默默地离开了广场 数日后的一天 某间石屋之中 石木正摆出一个五星朝天的姿势 修炼着般若天相公 请问石木师兄在吗 在下是爱送小笔奖励的 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后 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男音 石木闻言 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他应了一声后 翻身下床将把屋门打开 只见一个身着黑色衣衫的年轻杂役弟子 正一脸恭敬地等在门口 手中还拿着一个包裹 我就是石木 东西给我就行了 石木如此说道 杂役弟子早就知道石木的住所 所以看了他一眼也没有多问 直接恭恭敬敬敬地把包裹递给他 然后才行了一礼 转身离开 等石木在房中打开包裹 两个白色小瓶和五万银票赫然在目 他心中一喜 随手打开一瓶嗅了嗅 果然是血钢丹不假 但最让他兴奋的 还是那五万银票 他最近身边的丹药正用得差不多了 银子也所剩无几 这五万两银票 正好拿来买一批脆骨丹和血钢丹 想到这里 石木把血钢丹和银票都贴身放好 立刻动身去店铺一趟 购买了一大批丹药后 才欣喜地返回住处 看样子 他近期基本上不用出门了 第八十四章 福禄之术 石木盘西坐在了石床之上 脸上闪过一丝沉吟之色 五万两银子 对于目前的修炼消耗而言 仅仅是杯水车薪 且随着功法的提升 消耗只会越来越多 看来是时候好好研究一下 从藏经阁拿回来的福禄和阵法点击了 如此想着 石木右手一番 当先取出了记载福禄之道的灵符 宝经预检 轻轻往额头一贴 大量的文字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扮上后 他轻吐了一口气 放下了手中预检 揉了揉有些发掌的脑袋 又取出了记载阵图入门大全的银色预检 继续参悟起来 石木花费了一柱香功夫 将两部点击都粗粗翻阅了一遍后 就发觉 当日那位居士叔说的果然没错 阵法之道和福禄之术之间的确是大有关系 且几乎可以说 福禄就是阵法的一种迷你不分化实现 因此 从玄妙复杂上来说 福禄之术应该比阵法之道大为简单 威力当然也就无法和正式的阵法相提并论 但福禄却又兼具携带方便 瞬间施法 法力消耗极少等一系列优点 但是如果真想绘制出福禄 光凭对阵法之道的了解又远远不够 还必须经过成百上千字的不停练习后 才有可能对某种福禄绘制初步入门 一句话 福禄绘制本身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术士之道 石木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想明白后 单手托着下巴再次沉思起来 阵法之道和福禄之道 很多地方虽然是相通 且可以互相借鉴的 但福禄之道相对要简单一点 自己先意后难 等有了一定基础 以后再学习阵法之道 肯定会轻松很多 石木心中拿定主意 便不再犹豫地 将记载阵图入门大权的银色欲减收了起来 开始仔细参悟起灵符宝经前半部分 关于基础符文的介绍来 按照灵符宝经上所说 符文是一种蕴含天地之力的天兽文字 哪怕单独一个 也具有微妙的法则之力在其中 无论简短的一小段灵文 还是复杂万分的法阵禁止 都是在符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故而想要制作符禄 必须先能领悟和绘制出单独的符文来 而所有符文 都是由最基本的五行符文所组成的 只要先能掌握代表基本五行的符文 就可以再通过不同组合 凝聚出更多更加复杂的其他符文 不过让石木忐忑不安的是 按照点击上描述 符文领悟奇难无比 不知多少想当服侍的学徒 在苦苦参悟数年后 甚至连一枚五行符文都无法绘制出来 最后只能无奈放弃了 石木看到这里 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但他既然已成为了术士学徒 还花费这般大代价换出了相关点击 自然不可能就这般打退堂鼓的 一念即此 他眼中闪过一丝坚毅之色 两腿盘膝 深吸一口气后 慢慢调节其身体状态来 直到其呼吸越来越缓 头脑有一丝清凉之意后 财神色凝重地拿起预检 准备参悟奇典集中记载的 第一枚五行符文来 《灵符宝经》中记载了数百个基础符文 石木出射词道 首先选择了一个看似笔画最少 最为简单的活属性符文 转眼间过去了三日 石木盘坐石床之上 双目紧闭 身体一动不动 他的脑海之中 此刻浮现出一团有些模糊的红色光团 仿佛活物一般 不停地拉长变形 似乎想要化为某个文字出来一般 渐渐地 红色光团的上半部分 经过一阵的变化 渐渐化为了半个看似古怪的符号 而下半部分 则继续地拉长变化 就在此刻 红色光团呼的一抖 砰的一声爆裂开来 石木闷哼一声 睁开了双目 满头大汗 胸膛起伏 脸色说不出的苍白 呼的 他抬手往鼻下一摸 有些湿漉漉的 赫然躺出了烟红的鼻血 石木一正 随即叹了口气 随手将鼻血擦拭干净 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望着外面 已经隐隐有些发黑的天空 正正出神起来 这些符文的仓物 果然和典籍上所说的那般困难 他连这第一枚 看似最简单的火属性符文 都一连三天 无法仓物透彻 难道自己真没有成为服饰的天赋 石木心中如此想着 不由地叹了口气 参悟符文还只是第一步 想要成功制作一张符路 还有两个步骤 在参悟出符文后 要将其刻画在符纸之上 绘制成符阵 这才算是第二步完成 每一个五行法术 哪怕是最简单的火球术 都有对应的符阵 简单符阵五六个符文即可构成 复杂符阵 则数十个上百符文 都有可能的 而刻画符阵的时候 不容许有任何细微的差错 每一个符文都要准确无比 这需要常年累月的练习才行 刻画好符阵之后 还有相对简单些的第三步 便是冠灵 这一步即是将灵力 灌注到绘制好的符阵上 等于是将施展数法所需的法力 提前存储在符纸上 日后只需稍加引导 便可以激发符路的威力了 不过这一步看似简单 同样有不少限制 大部分符路师 也就只有寥寥两三种元素感应力 就是说在冠灵时 自身能调动的属性灵力也只有这几种 其他的也只能用对应灵石来补充了 但灵石价格本身就是不菲的 故而这三个步骤 不知难倒了多少人 我如今才刚刚接触符路 后面两步现在还言之上早 石木漠然良久 摇了摇头 打消心中有些消沉的想法 他望着窗外正正出神起来 不知不觉站了小半个时辰 渐渐的 一轮弯月从天边升起 洒下淡淡银灰 石木脸色一洗 这几日天气一直不好 晚上月亮很少出现 已经有些天没有入梦修炼了 他暂时将俘虏之士放下 收拾了一下屋子里的东西 悄悄打开房门走了出 一刻钟后 来到了古间树林中的草地上 石木盘稀坐了下来 心灵空明 很快进入了梦境 梦境之中 明月之下 白元双手朝天 摆出了吞月式的姿势 高空之中浮现出无数光点 如往常那般朝着白元汇聚了过来 透过其双铜 融入了他的脑海之中 石木心中微喜 光点汇聚过来的速度 比起以前隐隐又快了一点 看来随着他法力的提高 吞月式吸纳月光精华的速度 也逐渐加快 随着越来越多的光点 飞入他的脑海 丝丝屡屡的清凉之感汇聚而来 之前因为参物符文失败 产生的不适 很快消失无踪 这些密密麻麻的光点 在石木的脑海中 化为白色雾气后 继而渐渐汇聚在一起 化为了如往常那般的乳白色云团 石木心中一动 这乳白色云团和之前参物符文 在脑海中产生的红色光团 因应有几分相似质感 第85章 梦中宁符 石木心中灵机一动 当即运转精神力 驱动脑海中的乳白色云团 尝试着将其凝聚成符文来 他原本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哪知这边刚冒出这个想法 下一刻 诡异一幕出现了 其脑海中的乳白色云团 赫然飞快调动起来 竟轻而易举地凝聚成了一枚符文 正是之前他尝试了很多次 都没有成功的那枚火属性符文 不同之处便是 此符文是乳白色的 他一待 海中的白色符文随之崩溃 重新化为了乳白色云团 石木心中静一不定 在梦里凝聚成符文 应该没有什么用吧 他苦笑一声后 重新静下心神 继续看着锁化白云运转吞月室 继续吸纳月光精华来 一夜时间一晃即过 天色江明 月亮没入了天际 石木身体一阵 从梦境中清醒过来 精神振奋 通体舒坦 他常常呼出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同时脑中精神力下意识地一催 就在此刻 石木脸色一僵 身体一下凝固在了原地 因为在他的脑海之中 一个火红色的符文 正静静飘浮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正是这三日里 苦思冥想 却参悟不透的那个火属性符文 这 石木目瞪口呆 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 不过下一刻 他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不过顾及周围的情况 强忍着没有大笑出声 片刻之后 他脸上笑一脸去 心情恢复了平静 看来白云梦境的神奇 远超乎原先想象的 石木谈了谈身上的露水 快步朝着住处走去 数日后 石木心冲冲地来到山谷广场某处 一间红色琉璃顶的三层阁楼前 这间专门贩卖数式物品的五行楼 其实和丹香阁就隔开了一条街 石木之前来购买丹药时 便刻意留意了下 石木刚一踏入阁楼一层 却发现店铺中一个人都没有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红木质柜台 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寿靴中年人 正在柜台后边翻捡一后叠瘦皮 身边两个黑山杂役弟子 也在帮忙清点着什么东西 阁下来此 是想要买什么东西 还是想要卖东西的 一看到石木进来 寿靴中年人立刻停下动作 转身笑脸相迎道 哦 你们还收购东西 石木心中一动 看似随意地问道 不错 各种和术士有关的东西 我们都收 莫非阁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寿靴中年人眼前一亮道 那倒不是 我今天是想来买点绘制符露的材料 还望掌柜的推荐一二 石木微微一笑道 绘制符露的材料无非是法笔 法墨和符纸了 阁下请看 这就是我们店里最好的符纸 都是用百年以上的紫灵木 摻砸了各种名贵材料制成的 对法墨的吸附性非常好 足以让您绘制的符露威力增加一层 寿靴中年人说着 在身后架子上熟练地拿出一叠散发出奇特香味的符纸 不知这叠符纸多少钱 石木开口问道 不多 只要文银三万两 寿靴中年人满脸笑意地伸出三根手指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石木还是被如此惊人的价格吓了一跳 三万两一百张 也就是说 一张符纸三百两 那 那最便宜的符纸多少钱 石木眉头一皱 干脆地问道 一千五百两 寿靴中年人文言 脸上的喜色渐渐收敛 慢慢地放下手中的符纸 淡淡地回道 那最便宜的法墨和法笔 多少钱呢 石木心中暗暗盘算着 又出言问道 法墨和法笔 每件最低的都是三千两一件 好 给我搁来一份吧 石木暗中咬了咬牙 从怀中点出七千五百两银票递了过去 寿靴中年人面无表情地 接过石木手中的银票 淡淡地扫了一眼 然后就向不远处一个杂役弟子招了招手 等对方过来后 吩咐了几句 就转身自顾自地翻捡起寿皮来 对于寿靴中年人前后态度的转变 石木也不以为意 悠然自得地打量着店里的各种与术室有关的物品 看得津津有味 石兄 你的东西 不多时 一个杂役弟子把石木的东西递了过来 一支不知什么妖兽灵毛制成的低阶法笔 一瓶朱砂混合妖兽精血制成的普通法墨 和一叠一百张的黄色符纸 石木看了看 满意地点了点头 让对方包起来后 立刻离开了五行格 风风火火地朝石屋区域方向赶去 石木回到石屋后 先是在石窗之上调息了片刻 将身心状态调整至最佳后 这才重新起身 走到了石桌前 将自己刚刚买来的那叠符纸中 取出了一张细心的平铺在桌面上 又将法墨和法笔置于一旁 打开了法墨的瓶塞 一股淡淡血腥味飘了出来 石木右手拿起法笔 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并避上了双目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枚 正滴溜溜转动不停的红色符纹来 片刻后 他才睁开眼 常常吐出一口气 一边仔细揣摩着脑海中的红色符纹 同时 右手用法笔沾了沾法墨 用慢到不能再慢的速度 在符纸上一点点写出 将此符纹写了出来 结果仅这个符纹 就花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等符纹写完 石木这才发现自己 净出了一身汗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符纸 两眼微眯地看了半天 确认一点差池也没有后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紧接着 石木伸手又手持指轻轻向符纸一点 体内法力从丹田中狂涌而去 然后按照灵符宝经中的要求 缓缓注入到符纹中 随着他法力的注入 符纹上渐渐浮现出一粒粒光点 很快就连成一片 当他最后一点法力注入后 整个符纹灵光闪动起来 如同火雾一般 一切都非常顺利 石木欣喜地放下手中的伏笔 伸手一招 刚刚绘好的符纸 立刻落入他的手中 他夹着符纸轻轻一晃 然后将往空中一抛 砰的一声 符纹无风自燃 净化为一颗豆粒大小的火星 将符纸瞬间汹汹点燃 一股淡淡的法力波动传了出来 石木剑此 脸上当即露出了喜色来 不过 他的神情很快又平静了下来 这只是一个基础火系符纹而已 就算绘制成符也威力有限 恐怕真要说作用的话 只能用来点点火而已 灵符宝经中 除了记载了一些基础符纹外 只记载了数种初级的五行法术符阵 此外 当日在藏经阁中 居师叔也已向他提过 黑魔门中收藏的一些西汉符阵 都在玲珑阁出售 不过价值自然不菲了 石木摇了摇头 将桌上的东西收好 盘膝坐了下来 他只要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符师 以后就可在广元殿中 接到大量任务 就可积累大量修炼资源了 石木如此欣慰地想着 再次从怀中取出灵符宝经遇见 开始参悟起下一枚符文来 第八十六章 争斗 半年后 石木十五外的小院中 七八个身着黑色衣衫的老弟子 一生不响地站立于此 四在静静等候着什么 为首的是一个金发碧目的青年 正是尊灵阁的金焕 除几人外 还有十余名新人 在稍远地方聚集着 仿佛看热闹般的 不识焦头接耳着什么 金师兄 看来实施地外出 一时半会还无法回来 这里就让我来守着好了 金焕身旁 霍帽轻声说道 石木石屋大门紧锁 显然人已外出 不接 我今日左右也无事 便在这里多等一会儿吧 而且 这批俘虏有大用处 不容任何插持 必须请到石市地炼制才行 金焕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霍帽听闻此话 点了点头 不再说什么 霍帽身旁 白石和肖民二人 赫然也在此处 以前便感觉石兄颇为不凡 想不到他不仅身复灵根 还具有如此妖孽的智服天赋 不过区区半年时间 就能够炼制低阶服录 白石感叹地说道 金焕和霍帽文言 都是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金焕脸上的笑容 有些勉强 就在半年前 石木忽然表现出了 在制作服录的天赋 不仅让许多同时入门的新人 跌破了眼睛 更让不少老弟子大吃一惊 黑幕门中术士学徒 原本就不多 能够炼制服录的 更是屈指可数 时至今日 石木已一跃成为 门中术士学徒中 不多的几名服饰之一 虽然如今 还只能制作几个 低阶五行术法服录 不过已然让很多老弟子 不敢轻易得罪了 不仅如此 石木制作服录的成功率极高 找他炼制服录的弟子越来越多 石木也不得不推辞掉一些 所以 金焕等人 才会直接等在这里 金焕此刻心中 自然颇为傲谋 早知如此 当初他应该无论如何 也要邀请石木 加入尊灵阁 好吃好喝的共着了 如今石木名声 已经传播了出去 想要招揽 已远没当初那么简单 听说门中一些长老 也已经开始关注石木 金焕想到此处 心中叹了口气 一旁的萧明 脸色有些复杂 其加入尊灵阁这大半年来 也尝试制作服录 可惜如今连基础符文 也没有领悟出两三个 更别说动手炼制服录了 就在此刻 外面围观的弟子一阵骚动 朝着旁边退开 又有一行人朝着这里走了过来 金焕听到声音 抬头看去 眉头微微一皱 来的是血龙会的人 领头之人正是驱坤 驱坤看到站在门外的金焕等人 神情一正 随即发出一声轻笑 走到金焕等人不远处站定 说道 金兄 想不到你这个尊灵阁的大人物 也在这里莫非是来找石师弟的 彼此彼此 驱兄你这个血龙会大人物 不也来了 金焕淡淡回道 嘿嘿 石师弟本领大 小弟自然要亲自来拜访了 驱坤嘿嘿一笑道 废话少说 你们血龙会半月前 故意抬高报酬价格 请石师弟炼制了一批福禄 我们尊灵阁可没有插手过问 这一段时间 应该轮到我们尊灵阁了吧 金焕冷冷说道 价高者得 原本便是如此 石师弟愿意借我们血龙会的委托 似乎不需要经过金兄的同意吧 驱坤脸色也骤然冷了下来 两拨人对峙在了一起 一股肃杀气息散发了出去 周围看热闹的弟子 不由地朝着后面退了几步 以免被殃及吃鱼 但各个面带兴奋之色 完全一副看热闹的模样 金焕脸色越发冷峻 目光如刀 看向驱坤 身上衣衫无风自动起来 怎么 看金兄的模样 难道想要 在此和驱谋比划比划不成 驱坤毫不畏惧地一挺胸膛 傲然道 听闻师弟日前 练成了一门名为天狼校园的剑技 金某早就想找机会领教一二了 所谓相逢不如偶遇 趁此机会 你我手底下见个真仗 输得人放弃找石师弟如何 金焕目中冷光一闪 一字一句地说道 哈哈 金兄 你我今日都是来找石师弟练制服录的 何必伤了何见 若要比试 大比之期已经不远 到时候 你我擂台相见便是 驱坤却哈哈一笑 不置可否地说道 驱师弟这是怕了吗 若是如此 金某也不勉强你出手 免得一时失手伤了你 不过 你们血龙会 今日就请离开吧 金焕冷笑地说道 心下却着实有些无奈 尊灵阁前段时间 在一次执行宗门任务时 损失严重 财力调转有些困难 若是比拼价格 恐怕不是血龙会的对手 否则他也不会出此下策了 金焕此话一出 他身旁的几个尊灵阁之人 都附和着笑了起来 目露讥讽之色地 看向血龙会之人 哼 既然金凶有兴致 你我便玩玩 在下的血库 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沾染鲜血了 驱坤目光飞快一扫周围 口中冷笑一声地说道 单手握住了 腰间长剑的剑柄 他在丙级弟子中 排名比金焕差了几名 并没有十足把握 可以战胜对方 不过如今周围 众多弟子这般看着 牵扯到了血龙会的名声 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而且他自认 这半年来修为 与武技都有不少提升 即便不能取胜 力求打个平手 还是有自信能做到的 金焕冷冷一笑 一摆手 身旁的几人往后退开 驱坤身旁的几个血龙会成员 也朝着远处走开 给两人周围 留出了一个不小的空地 刷的一声 驱坤一把拔出长剑 此剑比起寻常长剑长了半尺 剑刃呈现出淡淡红色 似乎沾染了太多鲜血 散发出一股 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 金焕两手锤在身侧 似乎不打算使用冰刃 接招 驱坤眼见金焕空手对敌 心中微怒 低喝一声 手中长剑一转 势如长江大河 斩向金焕而去 他整个人散发出一股 血沾沙场的气息 剑气破空 发出呜呜的声音 仿佛鬼哭一般 金焕闭目一闪 脚下猛然一塌地面 轰的一声 强大气息从金焕身上爆发而出 身形一闪 便从原地消失无踪 驱坤的剑法 杀招一下斩空 心中立刻暗道一声不好 驱坤身侧的空气 骤然暴明起来 一片密集的淡金色 脚银猛然踢了过来 气势仿若银河群星落地 比起驱坤的剑势更加好大 驱坤脸色一变 手中长剑猛然翻转 化为一道道红色剑影 护住全身上下 隐隐凝聚成一个巨大狼手模样 第87章 气爆术 蒸蒸 一连串密集的金属碰撞声传出 金焕身陷半空 双足被一层淡金色真气包裹 仿如金刚锁住一般 竟然直接和驱坤的长剑相碰 二者在短短两三膝中 相撞了数十下 不过两人动作实在太快 周围的弟子没有一个看清楚 就在此刻 金焕低贺一声 双足同时在驱坤长剑上用力一点 同时其身形借力 在半空中一个后翻 一直朝着驱坤方向 虚虚实实地点出 这一指看似不快 不过却给人一种诡秘 黑暗 阴冷的感觉 和金焕之前施展的霸道腿法 大相径庭 扑哧 驱坤手中常见锁化剑影 竟未能防住 这突如其来的一指 脸颊之上 被划出一道数寸长的血痕 鲜血顿时喷出 身形往后跌枪了几步 金焕此时却以双手倒背 蜻蜓点水般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承让了 金焕面露微笑 淡淡说道 驱坤脸色铁青 顾不得擦去脸上血痕 缓缓将长剑入桥 哼 他重重地哼了一声 转身朝着远处走去 其他几个血龙会成员 眼见此景 急忙跟了上去 顿时 周围的弟子大声叫好起来 这一场比试 他们看得如痴如醉 即便是小比之时 也没有见过老弟子之间 这般精彩的比斗 金焕师兄的金月腿法 及摩痕指 越发精妙了 恐怕已经大成了吧 白石面露恭敬神色地说道 哼哼 这两套后天舞技颇为玄傲 我只不过是刚当小成二爷 金焕摇头说道 神情却并不如何高兴 这两套舞技 特别是魔痕指示 他潜心苦修多年 本打算在大比之中再施展 如今提前被人所知 大比中便无法发挥出 出其不意的效果了 白石等人看出了 金焕的情绪不佳 知趣的没有再多说 几人又等了半柱香功夫 一个高大人影 从远处沿着山路走了过来 正是石木 石木目光 朝着周围聚拢的人群看去 眉头微微一皱 石师弟 我们可是等了你许久了 金焕哈哈迎了上来 说道 我出门办事有些耽搁了 竟让金师兄在此多等 真是不好意思 石木一笑道 哪里哪里 石师弟如今可是大忙人 我等也是闲着无事 便早来一些了 金焕温和地笑道 语气中竟然带着几分讨好之意 石木和白石 萧明 霍茂等认识的人略一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金师兄来找在下 可是要炼制福禄 石木刻套了一番后 如此问道 不错 金某这里急需要炼制一批福禄 想来想去 也只有石师弟 有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 至于报酬方面 师弟尽管放心 定然不会让你失望的 金焕面色一速地说道 什么福禄 数量多少 石木目光一闪 沉吟了一下 问道 金焕文言心中一松 走到石木身旁 在其耳边 轻声说了几句话 石木听闻此话 考虑了片刻 好 没有问题 金师兄五日后来取便可 他说道 好 那就拜托石师弟了 金焕文言大喜 招了招手 是一身旁一人 取过一个鼓鼓的包裹 递给了石木 石木接过包裹 打开略意查看 点了点头 再和几人闲聊几句后 就打开石屋房门走了进去 金焕看着紧闭的石门 心中松了一口气 随之也带着白石等人离开 围在附近的人群见 没有热闹可看 也很快散去 石屋之中 石木将包裹放在桌上 坐了下来 金焕要求的符路数量虽然多 不过都是一些最低阶的简单符路 对他而言并不算太难 花个三日便能够完成 且报酬也不低 自然不会拒绝的 他想了想后 从怀里取出一个褐色小瓶 并打开瓶盖 一股古怪气味散发出来 小瓶之中 躺着一枚黄灯灯的丹药 散发出淡淡黄光 他今日外出 便是为了此丹药 这半年来 他虽潜心修炼术法 对于武道修炼 也没有放松 由于有制作符路后的资源支持 齐班若天相公 已经修炼到了第二层大城 距离第三层 也只有一线之隔了 这枚天心丹 便对于天相公的突破 有不小注意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先将 心接下的炼制符路之事 搞定再说 石木如此想着 轻呼而来一口气 平复心神 将小瓶收了起来 取过精患所给的包裹 取出一张符纸 放在桌面上 数日之后 石屋之中 石木精赤上身 双目紧闭的盘膝坐在地上 头顶阴阴有蒸汽腾起 全身汗出如浆 皮肤之下 仿佛有无数小老鼠在滚动 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脸色越来越红 突然间睁开双眼 口中发出一声爆喝 轰得一声闷雷般响声 一股宏大的气静 从他身上腾起 朝着周围扩散而去 距离石木烧尽的一个石凳 仿佛皮球一般被弹飞 砸在墙壁上 发出一声大响 此时石木周身皮肤 恢复了原样 缓缓站了起来 满脸喜色 溢于眼表 他服用了天心丹后 终于突破了禁锢 波耳天相公 顺利进入第三层的境界 石木此刻 全身仿佛有始不完的力气 目光一转 看向了墙壁上悬挂的钢刀 心念一动之下 一伸手取了过来 他一手持着钢刀 另一手伸出两只手指 捏住刀面 体内真气一催 双指一用力 刀面竟然下陷几分 被捏出了一个浅浅的指印 石木梅烧一条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但随即又想到了什么 在原地又沉吟了起来 片刻后 他突然单手一束 五指弹动间 掐了一个奇特的法觉 体内法力迅速运转起来 同时口中微动地 默念了几句什么后 猛然一张口 一小团白气 如剑一般击事而出 正好打在角落处的某个石墩上 轰的一声 足有人腰斑粗细 重打百斤的石墩 在气节末路后 当即暴力而开 飞散的碎石 打得屋中啪啪乱响 石木面色淡然地随手一挥 就把几粒迎面 飞来的碎石击落 如此惊人的威力 俨然比肖明的火球术 还要厉害三分 正是运神术上记载的气爆术 石木鹤然以将运神术 也修炼到了第三层 不过他平日里 根本不会在外面 显露自己的术式修为 才短短半年时间 其他人自然以为 其法力微薄之极 还在修炼某种 术式法门的第一层而已 只是在俘虏之道上 天赋惊人罢了 石木也将这门 心领无出的气爆术 当做了一个撒手锏 不过引述释放速度有点慢 平日里还要多加练习 才能在灵场催动时 发挥奇效 第88章 灵木之变 石木披上衣服后 走到桌边坐了下来 从身上摸出了一颗 散发着灼灼清光的灵石 低手细细端向了片刻 随即他又从身上 取出了记载灵符宝经的预见 贴于额头 顿时脑海中 浮现出一个颇为复杂的符阵 由12个符文组成 无法 无法 二者双修者 要么主修武道或术法之一 另一种只是略微射击 要么武道或术法走到尽头 自觉无法再突破瓶颈 不得不去转修另外一条道路 我和其他人不同 有吞跃式相助 修炼术法之道 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如此话 想要短时间内实力大增 却可以真正将二者 同时间修下去的 相比那些攻击性法术 倒是辅助法术 对我现在帮助最大 这次一定要将 这轻身符会制出来 片刻后 石木将预检取下 看着另一只手中的青色灵石 喃喃自语说道 其手中的 这颗青色灵石 是一颗比较罕见的 风属性灵石 而方才从灵符宝经查阅的符阵 是一个风属性符阵 这风属性灵石 是石木不久前 帮助一个老弟子 一口气炼制了 数量不少的一批 低阶符禄后 对方才当作报酬拿出来的 不过由于风灵石相对稀少 石木不得不 另给了对方一枚水属性灵石 才能勉强换下来的 可惜 我没有风属性的元素感应力 若想制成此符禄 不得不借助这灵石之力了 石木脸上显出肉痛之色 又从怀里取出 一小瓶血红色的法末 和一小叠深青色的符纸 血红色法末散发出一股淡淡腥气 明显能看到里面有灵光闪烁 而那一小叠符纸 也比寻常符纸要显得精美厚重得多 这两样东西 也花了石木不少银两 不过这也是没有法子 制作越是高等的符禄 对法末符纸的要求 自然也越高 高阶符禄使用的法末 听说都是高阶妖兽血液制作成 而符纸也是用强大妖兽之皮 经过特殊处理做成的瘦皮符纸 不过 眼下石木显然还用不到那么高级的东西 青色符纸已经足够他使用了 石木将东西在桌面上摆好 缓缓深呼吸了几下 平心静气 随后拿起伏笔 沾满法末 微微闭上眼睛 随即猛然睁开 惊人一目出现了 石木双目瞳孔骤然放大了一倍 而且变成了淡金之色 此刻在他眼中 眼前只有八掌大小的符纸 竟然一下放大 变得仿若桌面般大小 符纸上平时肉眼无法见到的细微纹理 此刻也变得仿佛蚯蚓般粗细 可谓先毫必现 石木双目的异变 还是从修炼运神术后开始的 半年之前 他修炼运神术后 目力再次大幅提升 一开始时期也没有在意 不过当运神术第二层炼成之后 眼睛又产生了一次异变 双目只要灌注法力 就会变成了淡金色 这次异变不但让他目力大增 而且可以自主控制放大 想要观察的某样东西 将其放大数十倍以上 一开始出的时候 石木也吓了一跳 但不久后 他发现这个能力 用在绘制符录上 简直是如鱼得水 说起来 一枚符录能否绘制成功 主要还是看符阵本身 是否绘制的正确 各个符文间位置是否有误差 所组灵纹图案是否有不妥 符阵中的每个符文并非独立 而是都存在着微妙的连接 这对于符师绘制的时候 要求变极高 任何一点微小的误差 都会导致整个符阵的失败 不过 石木通过目力放大的天赋 对于符文每一笔的细微掌握 各个符文之间的精准控制 根本不是一般符师所能相比的 当然 每个符师神识法力不同 元素感应力也不同 对于同种符录领悟的符阵 也是有偏差的 这样话 石木无法直接照抄 灵符宝经上的符阵例子 只能先自己成功绘制出一枚符录后 再借助目力放大天赋 将成功过符录近似完美地 重新复制一番 这样做的结果 中高阶的符录不好说 但是在制作低阶符录的时候 成功率竟然达到了八九成 这使得石木兴奋不已 相比其他符师学徒 动不动十几次 甚至数十次 才能堪堪成功一次 其成功率之高 可谓是天壤之别 这也是他这半年来 能够赚取到大笔资源的主要原因 石木双目一凝 长吸一口气后 一手抓着青色灵石 另一只手臂一动 沾满了血红法目的法笔 踩在青色符纸上 以一种比正常活动 放慢了二三十倍以上的速度 刺绣般的一点点绘制起符纹来 同时通过过人的眼力 观察着笔下每一笔画的细微变化 结果一个符纹完整书写下来 竟足足花费了 他一盏差时间 很快 石木额头就隐隐浮现出汗迹来 但他却浑然不觉 就这样一个符纹 两个符纹 三个符纹 随着青深数的符纹 一个个以同样的速度完成 石木头顶赫然已是白气腾腾 背部汗水也是越来越多 又过了半个钟后 当石木全神贯注地 绘制到第九个符纹时 也不知什么原因 正在绘制的符纹当即灵光一闪 他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还没等他做什么动作 符纹立刻化为一团 轻光的暴力而开 整张符纹瞬间在光芒中 化为了灰烬 石木见此 眉头不禁微微皱了皱 面无表情地 将手中法笔在旁边放下 像这样的失败 他在这半年内 不知遇到过多少次 特别是像这样第一次绘制的符纹 更是最容易失败的 他原地站立不动 两眼微闭地把刚才的绘制过程又回忆了几遍 心中仍觉得油绝不足 最后直接转身走向床铺 在上面打坐养神起来 一会儿功夫后 石木双目再次豁然睁开 眼中的喜色一闪即逝 脸上隐约有了几分了然之色 他当即双手一拍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迅速在桌上重新摊开一张深青色符纸 微一沉吟后就开始绘制起第二张符纹来 这一次 石木速度略微快了不少 第一次绘制石遇到的声色地方都已融汇贯通 竟一气呵成地将十二枚符纹 完整地在符纸上绘制了出来 组成了一个看似玄妙的符阵 第八十九章 一吸十三斩 石木见到符纸上与灵符宝经中 记载完全一致的图案 心中一喜 放下法笔 口中立刻念起某种咒语来 单手捏着符路用法力猛然一击 什么也没有发生 刚刚绘好的符路仿佛废纸一般 丝毫反应也没有 他又试了一次 结果并无两样 石木叹了一口气 将失败的符路往旁边一扔 再次到床上盘坐 细细领悟起来 一顿饭时间后 石木双目一睁而开 隐隐又有所悟 再次肃然地绘制起第三张符路来 半个时辰过后 这张刚刚完成的符路 在石木一催之下 竟直接在半空中燃烧起来 符路又一次制作失败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流逝 很快大半日时间过去了 十桌前 石木双目金光隐隐 手持法笔全神贯注地移动着 这已经是他绘制的第七张符路了 前面几张符路 要么是某个符文上直接失败 要么完成符路式 无法用法力激发 要么激发后 直接自燃掉 此时 其手中握着的那颗风铃石光泽 也渐渐暗淡了下来 显然里面的灵气 已然不多了 他绘制符阵之法用的 是典籍中记载的 某种同步灌灵之术 可以在符阵绘制完成的瞬间 将灌灵这一步同时完成 以节省大量时间 不过片刻后 第七章符路再次变成一张废纸时 石目脸色终于有些难看起来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再缓缓吐出 如此反复 直到心境完全平静下来 才拿出记录着灵符宝经的白色玉碱 往额头一贴 同时另一只手还不停地比划着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以后 石目眼中金光一闪 缓缓将手中白色玉碱放下 他终于在点击中 又找到一处 以前没有发现的错误处 为了万无一失 他又在石床上调戏了片刻 直到周身法力通达后 才再次到桌前拿起了法笔 喃喃道 这一次应该不会错了 没想到这轻身符 这般难以绘制 不过 此符是由十二枚符文组成 虽然还算不上中阶符路 但也绝对是低阶符路中 最难绘制的一种了 毕竟以前绘制的低阶符路 大都是五六个符文组成的 而没有风铃实化 这种轻身符 可以真正尝试绘制机会 也太少了点 这还是我提前练习过多遍 而且已经练制过了许多 低阶符路缘故 换成其他的学徒级符诗画 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 我真正一仗的还是这个 画音刚落 石木脸色一凝 双目瞳孔一缩后 骤然放大 瞬间画为了一片金灿灿颜色 这灵木艺术 已被他用到了极致 这一次 出现在石木眼中的青色符指 赫然比先前还要大上一圈有余 纹理也更加细腻 石木吻了吻心神 平住呼吸 缓缓俯下身来 宁神开始绘制起第八章符路起来 这一次绘制 却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 法笔重如千钧 心中却感觉格外流畅自如 最终 石木用了笔先前几张 足足多了一倍以上的时间 才将此符路绘制完成 当第十二枚符路方译完成时 扑的一声 符路上符纹组成的图案 竟然散发出淡淡的清光来 一股淡淡的风元素之力 在符路上缭绕不散 终于成了 石木见此 心中一喜 瞳孔中金光一散 眼前一切顿时恢复如常了 他满腔欢喜地拿起 刚刚制成的清光闪闪的清身符 放在眼前仔细端向 青色的符纸上 奇怪复杂的红色灵纹互相缠绕 组成一幅精美无比的玄妙图案 让人看了爱不释手 石木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 其迫不及待地 想试意试着清身符的威力 他一手捏着符路 用真气轻轻一催 青色的符路无风自燃 一团青色的能量光团在火中浮现了出来 石木毫不犹豫地 把正在燃烧的符路向身上一拍 扑得一声轻响 清光一闪 一股看不见的 似爱非爱奇异能量 立刻把它包裹了起来 石木顿时觉得浑身一清 身体的重量 似乎一下子少了一大半 仿佛只要有一阵风吹来 自己就能飞起来一般 石木惊异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 完全和平时一般无二 在身权踢腿活动了一下手脚 顿觉轻快无比 让其不由联想到了身轻如燕这个词语 这种感觉对其而言 真是种前所未有的奇妙感受 石木心念一动之下 突然有种 想在这样状态下试一试 风驰刀法的冲动 他反身在床头某处一抓 一道寒光一跃而起 化为一柄明晃晃钢刀的 被其握在手中 他心念一催 体内天象真气 猛然透过手臂灌住刀身 钢刀表面被蒙上一层白色豪光 同时普通之际的钢刀 突然颤动起来 隐隐发出虎啸龙令之音 斩 石木眼中神光如电 大喝一声 手中钢刀 看你随意地往半空中挡腰一滑 白蒙蒙的刀光极颤之下 瞬间奋出另外十二道刀光来 山乎海啸一般的灵力刀气 顿时充斥整间石屋 十三斩 等刀光消散 石木兴奋之极地 看着墙壁上十三条清晰之极的刀痕 他的风驰刀法 在轻身符的加持下 竟可以暂时达到大圆满境界的 一息十三斩 石木一由未尽之下 手中钢刀一阵舞动 白蒙蒙的刀光 宛如清冷的雪帘般 在周身瞬间绽放 完全淹没了他的身影 石木接连施展几遍风驰刀法后 轻身符的效果终于消散 白蒙蒙的漫天刀气一脸 再次露出了石木的身形来 此时的他单手持刀 在原地凝立不动 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刚才他刀势连绵不绝 体内天象真气 也是奔流不休 让其浑身热血沸腾 似乎有一股力量 想要爆发出来 但总是有一层 说不清道不明的阻碍存在 仿佛风驰刀法 在达到大圆满的十三斩后 刀势仍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此套刀法还有个传闻 有人说 这风驰十三式 其实是一招先天刀法 只是被人为拆解成十三式的 石木不由想起 当初传授他刀法时 丽沧海说过的一句话 石木心中若有所悟 隐隐觉得 丽沧海当年之言 未必不是真的 但这个念头 只是在他脑中一闪 就被抛制在了脑后 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趁这颗风属性 临时凌厉消耗完前 尽可能地多制作几枚轻身符来 毕竟此符对其实力提升明显至极 第九十章 衬手兵器 石木此刻心情大好 重新在石桌上铺好符纸 略一定神后 便再次轻车熟路地绘制了起来 由于有了成功的先例 接下来只要一葫芦画瓢即可 速度提升了不少 到太阳落山时 石木终于又汇制了三枚轻身符 不过有点遗憾的是 这次只成功了两次 风铃时中的灵力 也彻底耗尽了 石木看着刚刚制好的两枚轻身符 眼中闪过一丝深思 看来随着符路的复杂程度上升 目力放大的完美复制效果 也会有一定程度减弱的 不过就算这样 他也很满意了 普通的符师 面对这种复杂符路 只能一次次凭借感觉绘质 成功率之低可想而知了 他如今运神术和波热天相功 都已修制第三层 再加上这轻身符作为底牌 在一年一度的门牌大笔中 应该可以争一争较好的名次了 毕竟大笔的奖品 可远不是前面小笔可以比拟的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需要准备一件衬手兵器才行 就在刚才他连续施展风驰十三时时 他便已经感觉到 这柄质量普通的腰刀 根本承受不了自己全部的天象真气 已不能完全发挥他的实力了 石木将一切都考虑清楚后 便回到石窗之上 两腿一盘 五星朝天地开始修炼起波热天相功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 石木便离开了住处 熟门熟路地 来到了离火会的赵氏铁匠铺前 石师弟你这个大忙人 怎么有空来 我这小店 莫非是要找你老哥 给你打造些什么 赵平远远看到石木 笑呵呵地迎了上来 赵兄取笑了 眼看着快要到门中大笔了 我想寻一把衬手的兵器 这不第一个就想到你这了 石木一笑地说道 这半年来 他每次来此购买丹药 便会顺路来此处看看 毕竟中宫秘典 里面记载的一些东西 让其一直很感兴趣 只是 以前他身上银两不多 而且外面的铁匠水平太差 没能做出几件来 这半年来 他身上银两逐渐富裕 便请赵平帮其打造了一些技巧机关 两人一来二去 便颇为熟络了 原来是这样 石师弟快快里面请 赵平呵呵笑道 将石木请进了铺子 此刻时身上早 铺子里没收客人 连原本的几名杂役弟子都还没来 显得有些冷清 铺子外间 两旁的木架子上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刃 刀枪剑戟 还有乾坤圈 鸳鸯月等奇门兵器 不过石木已经来过多次 对于这些都看过 倒是没有什么兴趣 不知道石师弟 想要什么兵器 放在外面的这些东西 并不是顶级的 真正的好东西都在里面 石师弟随我进来看看吧 赵平笑道 脚步未停地 直接朝着李坚走去 李坚是一个比外面 小了一倍多的隔间 摆放了二三十柄兵器 不过品质明显 比外面的高出许多 我善用刀 赵兄弟有推荐一柄吗 石木朝着周围看去 如此说道 赵平点了点头 从旁边取过一柄二尺多长 银白色长刀递给石木 介绍道 此刀是用海底含金铁打造而成的 不但坚固锋利 吹毛断发 而且还带有一丝寒冰气息 石木接过来 颠了颠 微微皱眉 刀是好刀 只是分量对如今的他来说 未免太轻了点 拿在手中 轻如红毛一般 刀还不错 就是太轻了 换一柄重些的吧 石木将刀递了回去 赵平文言一正 这柄含铁刀少说也有五十斤 足可承受真气灌注 对于一般后天舞者 已经绝对够用了 不过他很快回想到 当初石木打铁石 展现的惊人神力 心中有些恍然 他又浮身挑选了一下 取出一柄古铜色的长刀 递给了石木 这柄是用赤铜石锻造的宝刀 重一百三十七斤 石师地再试试 石木握住刀柄 手腕微微一抖 痴痴连声锐响 一片连环的刀影浮下出 散发出森森寒芒 赵平眼中闪过一丝骇然 以他快要步入 后天中期的实力 竟然都有些 看不清刀法变化 刀影骤然消散 石木看着手中长刀 仍是微微摇了摇头道 还是有些轻了 有没有更重一些的 赵平脸色一呆 百余金重的刀 还是贤轻 我这铺子里的刀 最重的差不多 也就是一两百斤 更重的刀实在 赵平苦笑一声 话说到这里 声音呼得一停 露出沉吟的神色 赵兄怎么了 石木眼见赵平神情变化 没烧一条 说道 若说更沉的宝刀 我这铺子里 倒真是还有一柄 不过此刀有些特殊 赵平犹豫了一下 说道 哦 有何特殊之处 但说无妨 石木眼中一亮 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先看过再说吧 石师弟稍等片刻 赵平说着 走进更里面的一个小间 片刻之后 双手怀抱着一个 狭长古朴的红木盒子 走了出来 石木目光一闪 赵平抱住盒子的双臂蓄力 脚步也很是沉重 明显能看出 和中置物重量极重 砰的一声 赵平将木盒放在桌子上 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 石木目光一闪 打开盒盖 眼中一芒一亮 只见木盒之中 躺着一柄狭长长刀 通体乌黑 乍一看平平无奇 但多看一眼之后 便会感觉 此刀绝非凡物 刀身上 还阴影有一股黑光流转 石木目射奇光 略微兴奋地 一把握住刀柄 提了起来 他脸色微变 此刀看似平凡 却其重无比 少说也有五百斤的样子 却不知是用何种材料 锻造而成的 好刀 石木手指轻轻拂过刀身 一股冰凉感觉传来 握住刀柄 他忍不住有一种奋力披杀的冲动 他手臂一动 黑光一闪 黑色长刀 从旁边一块柿刀石上划过 咔嚓一声轻响 金刚锁住的柿刀石 从中间断成了两半 切口光滑无比 石木眼睛一亮 刚刚斩断柿刀石 他几乎没有感觉到多少阻力 仿佛斩中了一块豆腐一般 石兄弟果然天生神烈 此刀是用一种天外云铁打造而成 当初可是花了为凶无数珍贵材料 足足花了三个月时间才锻造出来 端是锋利无比 可以说是赵某生平最得意的一件兵器了 赵平望着石木 举重若轻地挥动起五百斤中的长刀 不由对齐起了个大拇指 又忍不住得意地介绍刀 果然不错 就要 石木上下打亮了黑色长刀 片刻之后将其放回了盒中 满意地点了点头刀 师弟先别忙着做决定 关于此刀 尚有些事情要和你说一下 然而未等石木 说出接下去话语 赵平却摇摇手地抢先打断道